美国国会参议院批准克里接任国务卿 韩国成功发射火箭将一枚卫星送入轨道 谢谢大家 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 在国会山领取蓝波斯人权奖 谢谢 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月30号星期三的VOA卫视 我是樊东宁 今天在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 VOA卫视驻香港的记者海燕要为我们连线报道 香港特首梁正英被指控涉嫌汇选 遭到廉政公署立案调查的最新进展 另外在第二个小时的VOA卫视当中 我们要播出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 昨天在美国国会山领取蓝波斯人权奖的电视报道 不过下面我们先把时间交给VOA卫视的新闻主播 李逸华 请逸华来播报这个小时的中央新闻 逸华 好的 谢谢东宁 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美国政坛的消息 美国国会参议院批准参议员约翰·克里 担任美国下一任国务卿 参议院星期二就任命克里为国务卿仪式进行了表决 在此几个小时之前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以口头表决的方式 批准了对克里的任命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个月提名 2004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克里 接替希拉里·克林顿出任美国国务卿 克里在上星期举行的批准任命听证会上说 如果美国要保持全球领导者的地位 就必须理顺本国的财政局面 克里表示 外交政策及经济政策 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加明确 克里上星期接受了 他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同事 四个多小时的质询 就包括美国经济 伊朗 恐怖主义 阿富汗 敘利亚和美国与拉美关系在内的各项议题 回答了参议员们的提问 克里保证 将强有力地支持奥巴马政府寻求外交 解决伊朗核项目问题的努力 参加过越南战争的克里 在参议院任职28年期间 一直是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 并在过去四年来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 2004年 克里作为民主党候选人竞选总统 败给了当时在任的总统小布什 另一方面 星期三 北京再度陷入严重的雾霾 今年1月 北京仅有5天没有雾霾 部分民众已经习以为常 日常生活照旧 但也有不少人批评政府应该采取行动 改善空气的质量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北京市民星期三起床 又迎来充满雾霾的一天 根据北京市政府的监测系统 PM2.5值在中午又飙升到300 这个月初 北京市的PM2.5值一度超过700 引发公众的担忧与不满 尽管面对空气污染的威胁 北京民众仍然持续日常作息 公园里到处可见跳舞运动的老人 他们说尽管污染很不好 但也不想整天待在家里 老百姓怎么着都不行 不出来吧 在屋子态度也不好 你没有锻炼身体 没有吸收新鲜空气 你出来吧 它中央空气不新鲜 所以咱们没有办法 只能靠国家怎么想办法 把这个 起码把这个空气质量 能够让它好转一点 这位女士还说 夜里不开窗 屋里空气不流通 开了窗 外头脏空气又进来 实在是个矛盾的问题 另一位民众说 这是政府的责任 要加强空气质量管理 政府应该是 加强车量管理 最好还是这个 建设车量处行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施工呢 还要搞好这个防护吧 这很重要 北京空气污染之严重 也使得许多官方媒体 罕见的以大篇幅 报道这个问题 中国政府从今年开始 在全国几个主要城市 展开空气质量的监测 新华社报道 北京当局 已经暂时关闭了 103家工厂 限制30%的公家车辆上路 希望改善空气质量问题 美国之音 VOA卫视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 现在到了以尝试 对美国移民法进行改革 来解决目前在美国工作 和居住的 1100万非法移民的时候了 下面请看有关的报道 欧巴马总统星期二 在拉斯维加斯讲话的时候 提出他对一个新的 综合性移民法的构想 包括更灵活 更强有力的边境执法 为非法移民提供取得 公民身份的途径 以及改善合法移民系统 来吸引全球 最好最聪明的人才来美国 欧巴马说 移民法改革指日可待 但是也承认 这会引发尖锐而热烈的争论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 没有什么比那些来到美国 并把这里称为家园的人 比那些有幸成为美国公民的人 更重要的了 这是件大事 我们在抽象地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有时候会很容易地 把我们和他们分开 而这种时候 很多人忘记了 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 以前也是他们的一员 而在美国国会 共和党参议员塞辛斯 对一个新移民法 能解决什么问题 持怀疑态度 他说 政府不愿意执行现有法规 造成了非法移民人口的大量增加 我们支持移民制度 但我们相信要扣法律 我们认为 移民应该等待相应的时间 应该按照每年100万人的顺序来 而不是无序地乱来 我们不应该奖励那些违法的人 这会给想要遵守法律的人 带来更大困难 星期一 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的一群参议员 在奥巴马总统发表演说前 提出了他们自己的移民改革提议 这个跨党派的计划建议 非法移民可以在政府登记 通过背景调查 交纳他们仍欠的罚款和税款 并经过其他阶段之后 获得一个预备身份 这个身份将允许他们在美国 合法居住和工作 这个计划和对那些随同父母 来到美国并在美国受过教育的儿童 提供豁免 对维持美国粮食供应 起到重要作用的外来农业工人 也在被豁免之列 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 是这个两党联合小组的议员 他说议员们有责任 解决美国非法移民问题 同时也应公平对待那些 通过合法渠道寻求公民身份的人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新闻最后 韩国表示 韩国成功地将一枚卫星送入太空 朝鲜几个星期前 将一颗卫星送入轨道后 这是首尔的一个重大胜利 星期三 韩国太空发射器 在位于韩国南部海岸的 罗老太空中心升空 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长官 李周浩对记者说 这枚火箭成功地将卫星送入轨道 并宣称这项使命 是我国全体人民的胜利 韩国先后三次发射火箭 终于成功地将卫星送入轨道 2009年 韩国火箭抵达轨道 但卫星没有进入未知 一年后 韩国火箭在升空两分钟后爆炸 此后还有一次火箭发射计划 但在最后时刻取消 在韩国最近这次发射火箭的一个月前 朝鲜成功地将其所称的一枚气象卫星 送入太空 由于联合国制裁决议 禁止朝鲜进行弹道导弹试验 朝鲜的这一举动 遭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 好的 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 接下来VOA卫视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请您不要错过 休息一下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VOA卫视 香港亲北京人士 全国政协委员刘孟雄 在上周四出版的香港阳光食物周刊专访中 向香港特首梁振英抛出了几枚重磅炸弹 提出了相当严重的指控 引发了香港政坛的大地震 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VOA卫视 驻香港的记者海燕 请他谈谈具体的情况 海燕您好 请您先简单介绍一下 刘孟雄在专访中提出了哪些指控好吗 您好 刘孟雄在专访中主要是披露了梁振英 在去年竞选特首期间的一些内幕 第一呢就是他披露梁振英在竞选期间 向他承诺让他进入 在选举以后呢进入行政会议 第二呢就是不成以后呢 又承诺向中央推荐刘孟雄担任政协常委 另外一项指控呢就是 刘孟雄说在竞选过了以后 他们谈到与唐英年还有这个支持者 以及泛民主派人士的和解的时候呢 梁振英说跟唐英是内部矛盾 而跟泛民主派呢是抵我矛盾 另外一项指控呢就是 在梁振英陷入困境的这个山顶豪宅增建和改建问题上呢 刘孟雄说 当初梁振英提出曾请过两位律师和一位测量专业人员 看过他的山顶豪宅认为没有问题的 这种说法呢是根本不存在的 是他编造出来的 那么海燕各界对这些指控的反应是什么 对梁振英的杀伤力又多大呢 请您分析一下 对这些指控提出以后呢 在香港政坛引起的大震撼 这个媒体呢从星期五一直到今天 都是连续的报道 梁振英对被提出的这些指控问题 首先呢每一项指控对他的这个杀香力都非常的大 首先第一项 他承诺刘孟雄进入行政会议这一项 还有推荐刘孟雄出任政协常委这一项的涉及会选 就是香港的选举法规定 任何候选人不能向任何人承诺 给提供什么利益或担任什么职务 另外一项就是跟泛民主派说是抵护矛盾 这个为梁振英以后就是他跟泛民主派合作 他的管制在他的能力问题上呢提出一个很大的问号 对他的杀香力也非常的大 第三个问题 包括建制派在内的所有的人士 媒体反对派人士都认为梁振英在他的山顶豪宅建建问题上呢 没有诚信 说谎 结果刘孟雄的第三项指控呢 更加证实了梁振英在这个问题上的困境 所以呢让梁振英在今后的管制问题上 在治理问题上 政府的施政问题上 都面临巨大的困境 好的那最后非常简要的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事件目前的最新发展是什么 海燕 最新发展是在汇选问题上呢 上星期六两位泛民主派的人士呢 拿着刘孟雄的这个 在后来媒体接受采访的录音 还有一些材料 向香港廉政公署举报梁振英 香港廉政公署举报梁振英呢 汇选 而且呢 星期一 廉政公署已经对外证实立案 调查梁振英汇选的问题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海燕在香港 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 有关此事的最新发展呢 观众朋友们可以登陆 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关注更多海燕 从香港发回来的最新消息 我们的网站是voachinese.com 好的 观众朋友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时事看台 要带您关心更多的国际新闻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接触信息的脉动 感受时代的心跳 持续可靠的消息来源 平衡客观的新闻理念 我是端家庭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 拒绝偏激与炒作 倾尽全力去做 传媒经济 全新打造 为信为时 新闻天职 美国之音 VOA卫视 欢迎回到VOA卫视的直播现场 接下来是今天的时事看台 首先要带您关心的是 欧洲的安全局势 在法国决定军事介入在马里的战事之后 法国人非常担心在国内外都会遭到报复 法国政府除了将恐怖威胁的警戒 提升到仅次于最高的级别之外 也在主要的政府设施和旅游景点 加强安全措施 另一方面 法国更派出了特种部队 来保卫法国在尼日尔的油矿 法国核能工业所用的核燃料油 大部分都是来自这些矿场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其为 从巴黎发来的报道 法国武装部队在巴黎埃菲尔铁塔下巡逻 零零星星的游客冒着严寒在附近观光 在法国军事介入马里的事务后 人们越来越担心可能会被报复 当局在首都巴黎各处部署了700多名军人 比里萨是法国研究恐怖主义问题的专家 和美国九一恐怖攻击事件受害者家庭 聘请的主要调查员 他说一些伊斯兰盛战者组织的网站 呼吁向法国发动攻击 他们呼吁在非洲采取报复行动 因为在非洲他们可以自己下手 但是他们也在呼吁法国本土的恐怖分子 采取行动 这个呼吁在法国会有很深的回响 仅仅在十个月前 在法国南部城市图鲁兹 发生了一系列攻击事件 导致三名军人和四名犹太人死亡 枪手是法国出生的穆罕默德梅拉赫 他说法国在阿富汗驻军 是自己发动攻击的部分动机 调查人员认为 梅拉赫并不是一个单枪匹马的恐怖分子 比里萨说好几个活跃的恐怖主义网络 跟非洲萨赫勒有直接关联 法国大约有30个恐怖主义小组 在财物和物质上支持伊斯兰 马格里布基地组织 或者为他们招募人员 巴黎的公交系统也加强了安全措施 2005年发生在伦敦和2004年发生在马德里的恐怖攻击 都把公交系统作为袭击目标 巴黎大部分居民看来相信当局能保卫他们的安全 我不担心 我认为法国做好的准备是很危险 当然你要小心 但我认为法国中方在国内采取的安全行动 有益于人类 有益于世界 法国国内加强了安全 但是专家们说目前最脆弱的袭击目标 是法国和西方国家在非洲的利益 伊斯兰激进分子上个星期在阿尔及利亚 安英亚马纳斯天然气田发动的袭击 导致至少37名外国工人死亡 法国除了向马里派遣2500名军人之外 还在尼日尔部署了特种部队 保卫那里的油矿 欧洲学院访问学者达米安·艾利说 那是因为法国电力生产多达80% 依赖萨赫勒的油矿 而且欧洲经济发展的很大部分 要依赖法国经济的进行发展 所以在该地区 法国与欧洲的利益有明显的联系 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导致了法国决定干预 尽管法国政府发出了恐怖袭击风险增加的警示 最近的一些民调显示 65%的法国人支持武装干预马里事务 对大部分巴黎人和游客来说 一切看来都很正常 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 巴黎报道 记者将焦点从欧洲转向美国 美国总统奥巴马开始他的第二个任期之后 没几天就在推动美国移民法的修改 国会参议院的几位议员也草拟了一项改革方案 许多的农场主说目前的制度行不通 并希望新法律能够修改一项客工计划 好让来自南美和中美洲的农民工 更容易合法的进入美国 几个月前 美国之音记者巴拉哥纳采访了外来农民工 最多的北卡罗兰纳州 来看他的报道 北卡州烟草收购季节来得早过往年 比农场主比利卡特从墨西哥招来收获庄稼的人手来得更早 你看到作物已经成熟了 就差没有收割 可是没有人手把它收割进来 这可是件争分夺秒的活 卡特说他曾因此丧失了烟草 丧失了收入 卡特依据政府颁布的HRA农民工签证项目合法的招聘工人 他必须提前好几个月开始行动 可是天气不会老跟着计划走 由于担心会丧失农作物 大部分农场主都不利用这个签证计划 但是北卡州种植者协会的李维克说 还有别的原因 很公平地说HRA签证项目很复杂 维克说相关规则和申请手续多得吓人 种植者协会收取一千美元 帮助处理一个外籍农民工的申请手续 如果你不需要利用HRA签证 也能想到法子收获庄稼的话 你应该去做 大部分农场主采纳了他的建议 政府的数据显示 通过HRA签证来到美国的外籍劳工 只占总体农业劳动力的10% 农场主们说 他们想招收合法打工的工人 但是美国人显然不想干这活 2007年北卡州农业局 为了招农民工在电台播广告 还专设了免费电话 任何人想干农活 给我们打个免费电话 我们会给你们安排农活 可是我们只接到三通电话 美国移民改革联合会的 埃利克·卢亚克说 那是因为农民工的工资太低 他说如果农场主利用HRA签证项目的话 美国人和外籍移民工人的权益会得到更好的保护 假如你用别的方式招收外籍农民工的话 你不必给他好工钱 也不必给他其他福利 大家都看到这个简单的逻辑 可是你不能这样做 这不仅是非法的 而且不道德 比利·卡特说 尽管存在一些缺陷 他还是通过HRA签证项目去招工 他可以招到可靠合法的好工人 而且他的农作物值钱 他请得起这些工人 这像是在玩一场政治足球游戏 两边都有人提出合理的问题 问题目前没有得到解决 而且在不久的将来也肯定不会得到解决 农场主卡特怀疑新的政治气候 会为移民改革带来新的重大收获 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格纳报道 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 星期二在美国国会山领取兰托斯人权奖 陈光诚说这个奖是对所有 中国人权活动人士的肯定 他还呼吁中国民众用实际的行动 来争取民主和自由 今天VOA卫视在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 将播出VOA卫视记者 发自国会山的采访报道 而陈光诚本人也将在明天 也就是北京时间1月31号晚上8点钟 来到我们VOA卫视的演播室 接受专访 畅谈中国的法治与宪政改革 另外中国的宪政学者曹思源 也将参加明天VOA卫视 第二个小时的时事大家谈 三观的节目 美国之音的广播节目 也将同步播出 请您持续锁定 好的观众朋友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我们还有果墙内外 和美国万花筒单元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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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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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Julian 00634-10 Vehicle动 欢迎回到VOA卫视的直播现场 继续是我们的火墙内外单元 中央编译局前局长伊靖群 日前因为生活作风未提被免职 火墙内外的主持人江河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 这个事件背后的情色交易 与马列思想之间有何关联 来看报道 这首老红歌名叫三八作风歌 它也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解放军的军歌 所谓三八作风 是指毛泽东和林彪分别概括的三句话和八个字 也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 灵活激动的战略战术 这三句话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八个字 毛泽东当年在抗大提倡的作风 就是三八作风 我们今天要谈的则是另一种作风 这就是生活作风 在中国大陆的政治词汇中 生活作风往往并不是指一个人是否自由散漫 或者生活懒散 而是特指男女关系问题 说一个人作风不正派 通常就是指此人乱搞两性关系 例如 破鞋这个词就是指生活作风不够简点 乱搞男女关系的女人 在像文革那样的政治运动中 许多所谓的破鞋都曾有过被游街批斗的经历 在中共的现行体制下 一些官员也可能会因为生活作风问题 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 甚至丢掉乌纱帽 最近一位副部级官员 中央编译局局长伊俊青 就是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免职 新华社的报道称 据有关部门证实 中央编译局主要负责人伊俊青 因为生活作风问题 不适合继续在县岗为工作 以免去骑中央编译局局长职务 贾高健担任中央编译局局长 伊俊青翻船 显然与他手下一名女博士后 在网上发表的一篇长达12万字的举报文章有关 该文题目叫做 一朝忽觉惊梦醒 办事浮沉于打平 副标题为 伊俊青小恩实录 看来这个富有诗意的标题 是作者常燕 从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著名诗句 《山河破碎风飘絮》 《绅士浮沉于打平》借鉴而来 不过它的内容 却与文天祥的过伶丁阳诗不可同日而语 过伶丁阳中表达的是文天祥舍身取义的人生观 而这篇长文讲述的则是 常燕与伊俊青之间的全色交易和全钱交易 其文体也毫无亮点可言 只能称得上是平铺直续的流水账 34岁的常燕 曾经是山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的副教授 后来考上中央编译局的博士后研究生 尽管常燕在家乡早已成家立业 但她还想利用读博士后的机会能够留在北京 因此这位女博士后成了伊俊青的粉丝洗衣粉 并且主动投怀送报 常燕在文中强调说 本文不是小说 是自己的亲身经历 但是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不久 网上又出现以常燕的名义发出的道歉信 声称因压力大而患上严重抑郁症 以至于把某种并不现实的事情 及人物与自己关联起来 以求精神境界的圆容与自我安慰 可是网络信息的一大特点 就是它的不可逆转性 一旦在网上公开发表文章 那就很难把它收回了 这就叫覆水难收 尽管刚开始中宣部曾发出通知说 对网传编语局长与女博士婚外情的信息 及相关问题 除采用新华社通稿外 各媒体不转载 不报道 不评论 但是网上有关这部情色密室的各种链接 早已铺天盖地 想要先赌为快的网民们 不费吹灰之力 就可以败读这篇大作 在新华社的报道 证实了依俊卿下课的消息后 新浪微博名人薛满子发表感想说 这位部级官员的如此丢脸的下台 又一次印证了网络名言 谣言者 遥遥领先的预言也 据维基百科介绍 中共中央编译局的全称 是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简称中央编译局 依俊卿的生活作风问题 浮出水面之后 引起了人们对这个 言必称马列的机构的反思和质疑 知名女作家西黎在新浪微博上说 令人反思的是 中国以半个多世纪的时间 举国力量研究马列主义 是不是太过了 与国家的现代化发展 到底有多大用处 浪费国家资源不说 各研究机构还成了腐败的温床 成了学界潜规则运行之地 编译局这样的副部级机构 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许多网民还借题发挥 抨击了马克思的人品 网民朱肥朱 在北美华人网站文学城 评论这件丑闻时说 那有什么奇怪的 研究马克思的人谁人不知 先人马克思不也是个淫乱的主吗 网民天待黑 在推特上发帖接马克思的老底 他说 马克思背着艳妮与女仆海伦 偷情生有一子叫亨利 那么网民天待黑 对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鼻祖 提出的这一指称 是否靠谱呢 毛泽东有句名言 叫做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借用他老人家这一巨型结构 我们也可以说 马哥老底一查就清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刊登的中央编译局消息 去年7月10号 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 戴维·麦克莱伦 访问了中央编译局 他不但参观了 马克思主义传播室展览馆 而且还做了题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 有关问题的学术报告 这里要交代清楚的一点是 麦克莱伦就是马克思传一书的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早已出版了此书的中意本 有意思的是 当时的中央编译局局长 正是易俊卿 风度翩翩的他 还会见了白发苍苍的马克思专家 下面我们言归正传 看看马克思传里的 这位共产主义伟人的形象 有多么高大 江西电视台红色经典频道主持人 中国红歌会红歌评审 程乐安 在他的微博中引述网民 齐玉东的读后感 读马克思传等 知道了一些马克思显为人知的另一面 第一 大学打牌喝酒 打架决斗 经常不及格 第二 负债累累 不讲诚信 逃避债主 第三 对恩格斯不够哥们意思 常讲恩格斯坏话 第四 对艳尼不忠 与女佣海伦有一私生子弗雷德里克 为维护形象 由恩格斯背黑锅 恩格斯死前才披露 马克思专家和红色节目主持人笔下 披露的马克思隐私 应该是具有极大的可信度 说到马恩之间的铁哥们关系 中国国家司法考试培训著名讲师 韩有益 也在笑谈马列有益 他用伊俊卿和常燕的专业当笑料说 伊俊卿 中央编译局研究马克思思想的局长 常燕 中央编译局研究恩格斯思想的博士后 两人出现了婚外情 这有很深的根源 我早就怀疑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超越友谊的关系了 网民嘻嘻哈哈哈哈 在北美华人网站文学城发帖说 上大学的时候女生宿舍 半夜抓住了个专偷女生内衣的色狼 就是师范大学马列专业的学生 不知是马列交出色狼 还是色狼爱学马列 独立评论人老徐时评说 前不久伊俊卿还曾著雄文 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自信 嘴上一套一套的一肚子的男道女长 这位整天编译马列著作的局长 就是这样以实际行动践行他的特色的 另一个跟帖则根据伊局长的名字 总结了一下 衣冠楚楚 人也英俊 马列要了清清性命 伊俊卿比长燕年长20岁 他俩的不伦之恋包含了一个重要因素 那就是众所周知的潜规则 所谓潜规则是指虽然没有正式规定 但在某些人群中却被行为各方普遍遵守的隐含规则 在中国大陆 潜规则这个概念是从2006年开始发展的 当时女演员张玉向媒体透露 很多女演员被迫和导演 制片人等发生性行为 以得到演出机会 这已经是演艺界的潜规则 在娱乐圈的潜规则方面 最经典的一个例子是 有指声说 新版《红楼梦》中的多名女演员遭到潜规则 而实施潜规则的人 则是跨越娱乐圈的臭名昭著的大贪官 前铁道部长刘志军 作为新红楼梦的投资方之一 相传丁淑苗为刘志军介绍 红楼剧主多位女演员与之发生关系 不难想象 既然丁淑苗出资5000万元 对选择演员也就有了话语权 谁愿意听话 谁陪刘志军上床 当然就拥有了更多的上镜头的机会 现在的问题在于 潜规则不仅存在于娱乐圈和官场 而且已蔓延到学术领域 长燕在他的这篇奇闻中宣称 我只不过是告诉大家 皇帝的新衣在哪里 以不要脸不要命的勇气 揭开了中国学术圈的潜规则之冰山一角 许多网民在北美华人网站文学城 发帖抨击当今中国学术界的腐败 网民MJ88说 中国学界之腐败超乎想象 这是真的 网民揪将子调侃说 长燕是用身体引爆学术界腐败的董存瑞啊 网民Weston2011认为 这一丑闻说明了现在要做点啥 潜规则无所不在 现在就是这么个令人恶心的社会 男的有点权力就为所欲为 女的报复心强 宁可欲食俱焚 编译局的这段情史还有一个独特之处 那就是双方互相潜规则 刚开始长燕对医院长不但是以身相许 而且还以钱相送 甚至连大多数卧谈会的开房费都是长燕自掏腰包 一剧长则是财色兼得 春风得意 纽约时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 分析了这种不公平的交易 该报在题为《性谎言和中央编译局言情录》的报道中称 透过伊俊卿曾经热情宣扬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镜头来看 他与一位雄心勃勃的女性研究员之间的交易关系 大概属于剥削类 可是长燕不愧为博士后 他也不是个善主 后来长燕通过反剥削的手段 从伊俊卿那里索要回了100万元 收获泼风 这就叫凭你奸似鬼喝了老娘的洗脚水 而对伊俊卿感情投入过多的常博士 意犹未尽 仍想独霸一局长 赶尽杀绝局长大人的小四小五直到小恩 由此导致长燕后来孤注一掷 弄了个鱼死网破 身败名裂 职业图书策划人一天 在新浪微博上对长燕的行为嗤之以鼻 他说 我私心里总是很同情一局长 双方都默认潜规则的存在 都利用潜规则互相利用 可怜偏偏才子 倒在了一个攀缘构陷的心智脚侠 却有愚昧狠毒的傻女人群下 长眼姑娘 买卖不成仁义在啊 中央编译局的桃色新闻 凸显出中国大陆的学术界 已不再是一块净土 潜规则已通过润物戏无声的方式 悄然潜入这一领域 另外 这一事件还向许多贪财贪色的贪官和教授 发出了强烈的警告 在互联网大普及的形式下 坚持搞潜规则是没有出路的 面对长眼这种上床乱叫 下床乱告的奇女子 再搞骗财骗色这一套 一定会是好吃难消化的 奉劝那些满嘴马列主义 满度男道女昌的伪君子 改邪归正 重新做人 没事可以听听下面这首伤不起 要知道 有些人不但伤不起 而且也是惹不起的 欢迎回到VOA卫视的直播现场 又到了受到大家喜爱的美国万花筒单元 今天主持人王一如要带我们回顾 奥巴马总统就职典礼的精彩片段 大家好 欢迎来到美国万花筒 我是王一如 美国总统奥巴马1月21号宣誓就职 展开了第二个任期 这次的总统就职典礼 是过去一个星期的重要新闻之一 但是你知道新闻重点在哪里吗 到现在新闻还在延烧的 是在就职典礼上演唱国歌的巨星Beyond斯 Beyond斯嘹亮高亢的嗓音 和个性化的唱腔赢得了满堂彩 但是后来一连串的疑点 竟然指向Beyond斯可能不是现场演唱 而是对嘴 负责典礼当天演奏的海军陆战队军乐队 对此的说法前后矛盾 更是起人疑斗 Beyond斯本人没有说明 有趣的是 不论是其他歌星还是民众 大部分都支持Beyond斯 相信就算是假唱 也是为了表演的完美 其实在奥巴马第一次就职时 大提琴家马友友和小提琴家帕尔曼 就因为天气太冷 现场演奏可能拉断琴弦的考虑 现场播放录音 不过和Beyond斯同一天演唱的另外两名歌手 都表示自己是现场演唱的 另外一位受到瞩目的当然是第一夫人米歇尔 首先是她这件在旧式典礼上穿着的蓝色大衣 这件纽约设计师的作品灵感来自男装 所以带有中性色彩 但是米歇尔加上了宽皮带 凸显女性的线条 才就职典礼后与正要的午餐时间 摄影机仍然对准了米歇尔 才会捕捉到这个时刻 奥巴马到底和中文院议长贝娜说了什么 让米歇尔在用餐之余 紧不住翻了白眼 这在网络上引发热烈讨论 英国和美国的电视台 甚至请来了纯语专家 不过得到的答案还是不可奉告 午餐后的就职游行中 奥巴马和米歇尔在街上 受到了上千名众的热情欢迎 在进入管理台之后 米歇尔显然比总统更享受游行表演 压轴当然是就职舞会的礼服 米歇尔再次选择了 华裔设计师吴继刚的露背长礼服 限量的红宝石色彩 赢得了一致好评 这件礼服将和2009年的白色礼服一样 成为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收藏 开放给民众参观 1月21号也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 金恩的纪念日 总统就职典礼也不忘记纪念这个日子 奥巴马在宣誓就职之后和国会领袖 一起到国会内的金恩博士 缩项前驻足至今 40年前的1月22号 联邦最高法院以7别2的票数 通过了堕胎在全美国合法化 这个历史性的案例也就是罗素韦德案 从此开启了美国关于堕胎权利的激烈辩论 富华世界的调查报道指出 案例中化名为真罗的提告人 诺马麦科维 当年还等不到最高法院的判决 就要临盆 所以没有享受到这个心不语的权利 他剩下的孩子后来被领养 40年后麦科维的立场出现了180度的转变 从支持堕胎到反对堕胎 而且过去多年来 他一直是女童性恋者 在美国的44位总统当中 只有不到一半连任成功 在一周历史亮年的时间 美国历史学者龚小夏 要带我们到华盛顿的联合车站和最高法院 他不仅要介绍美国总统任期的限制 还要告诉我们 什么是总统第二任期的诅咒 这里是美国非常著名的联合火车车站 184几年开始建的 这是首都的车站 在有汽车飞机之前 当时来首都参加这个总统就职典礼的人都走这个车站 这些天我们也经常看到很多来参加就职典礼的人在这进进出出 美国总统只能连任两届 这个惯例是第一位总统华盛顿留下来的 不过后来成为宪法的一部分 这是1947年才立下的 1951年通过的 当美国建国的时候 他们就有一个选择 君主制还是要建立共和制 这个总统会不会永远连任下去 华盛顿在连任两届之后 他就做了一个推迟演说 他说我不连任 我年纪大了 那么从此以后 他就创下了美国总统连任两次的传统 这个传统到1940年才被罗斯福打破 这是唯一的一次 到1947年二战一结束 国会就开始辩论说 不行 我们只能让人总统连任两届 谁也不应该任三届 在这以前呢 连任三届的仕途不是没有 但是很少成功 可见美国人对于这种长期的最高权威 是心怀疑虑的 这是美国很重要的一个传统 第一到第七届总统 都是美国东部出来的 华盛顿 杰伯逊 麦迪逊 到门罗 他们都是任了两届 唯一没有任两届的是两位总统 亚当斯和亚当斯 也就是说老亚当斯和他儿子小亚当斯 这父子两个都没有能连任成功 特别小亚当斯竞选 就是当总统以后呢 老亚当斯受到了很多批评说 你是不是想建立王国啊等等 一直到二百多年之后嘛 才出现了第二对父子总统 也就是老布什和小布什 不过在小布什竞选总统之前 他担任了德克萨斯州两次的州长 而德克萨斯是美国第二大州 在小布什的管理之下呢 这个州的经济发展相当成功 而且因为有宪法的保障 人们就不用担心 美国的总统制度 会转变成一种家族的世西传利 第二任期给了总统很多的 这个活动的空间 但是同时第二任期 也使得很多总统呢摔了胶 这所谓是第二任期诅咒吧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有几个最近连任的几个总统 小布什在第二任期伊拉克战争 搞得焦头烂额 那么克林顿呢 第二任期出莱文斯基事件 里根总统第二任期出了一个伊朗门事件 那么再往前 尼克松总统更是这个水门事件 最后让他辞职下台 所以这后来大家说 这是不是有个第二任期的诅咒啊 我身后是美国最高法院 有好几位第二任期的总统呢 都在最高法院 有一些很有趣的经历 首先当然我们都知道 像尼克松的第二任 克林顿的第二任 他们都面对弹劾的威胁 在他们的案子中呢 他们都打到了最高法院 尼克松当时说 他不肯交出水门事件的录音带 最后是最高法院命令他必须交出 克林顿呢 也是要通过最高法院裁决 最后在莱文斯基事件上作证 不过第二任总统 和最高法院最有名的故事 就是罗斯福了 罗斯福在第一任的时候呢 解决经济危机 有相当的进展 但是他的很多经济政策呢 就被最高法院给否决了 他在第二任期决定 他说要改组最高法院 就是参沙子 将最高法院九个大法官 变成13个大法官 加上四个他自己的人 结果这个提案一出去之后呢 遭到了全国上下愚骗反对 因为美国人非常非常不喜欢 行政权力干预司法 特别是干预最高法院 所以这个罗斯福这个提案 就以失败告终 而奥巴马在第二任上呢 也有非常多很宏大的社会计划 包括进行更彻底的医疗改革 增加美国的福利制度 保障更多的穷人 那么这些计划 在他的第二任期里头 会有什么样的支持 而又遭到什么样的阻碍呢 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总统就是典礼师 华盛顿四年一度的盛事 一位民众提供了 进一步认识总统生活的机会 像是总统夫人穿什么 就职晚宴吃什么 这些都是热门的话题 一位华盛顿的厨师 今天就要为我们介绍 几道美国总统的私房菜 华盛顿是我们的第一位总统 他喜欢樱桃馅饼 所以我就选了这道菜 向他致敬 小布什总统 钟情的开胃菜是魔鬼蛋 它的版本是加上了 墨西哥辣椒与塔巴斯哥辣椒酱 完全是德州风味 克林顿总统是我喜欢的总统之一 所以我选了他爱点的桃子馅饼 还有亚当斯总统 他跟我都喜欢吃桂鱼 所以很独特 菜色都搭配得很好 奥巴马总统喜欢腊肉酱 与墨西哥玉米片 所以我把两者合起来 首先我们在盘子上放一点米饭 然后再放三个玉米杯 淋上腊肉酱以后 加一点酸奶酪 乳酪和碎番茄 这就是我对奥巴马总统 最喜爱的腊肉酱的表达方法 大厨梅兰德斯说 总统菜单上的每一道菜 食材与烹调方式都与原来一样 唯一不同的就是上菜式的外观 在总统就职期间 他希望借由美食 向历届总统致敬 美国奥党记者莫甘生 在华盛顿特区的采访报道 在总统就职的游行当中 由于只身穿美国早期军服的 古号乐队 他们整齐华裔的动作 赢得了观众的色彩 这个隶属于美国陆军的编组 在重要的场合从不缺席 接下来记者刘文明 就要带我们走进 这个美国独一无二的 古号乐队的世界 美国白宫的南草坪 向来是美国总统 欢迎外国元首及贵宾的场地 在这南草坪的隆重欢迎仪式上 你一定会看到身穿殖民时代军服 戴白色假发的老卫士 横迪古号乐队的表演 他们整齐花衣的动作 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华盛顿特区近郊的 麦尔堡陆军基地 是美国陆军第三军团 别名老卫士军团的驻地 他们可称为美国总统的禁卫军 除了首都的防卫任务之外 第三军团也肩负起 所有国家典礼仪式的任务 包括了著名的阿灵顿公墓内 无名英雄墓的卫兵交界仪式 而老卫士横迪古号乐队 就是第三军团的乐队 他也是美国陆军 四大军乐队之一 我们是所有军乐队中 最特别的一支 没有任何的军乐队的演奏 包含了横迪 军号 及军国的组合 我们的制服是 乔治华盛顿时期的 大陆陆军制服 我们代表美国 也曾经被评价为 美国的国宝 每年有超过500场次的演出 老卫士横迪古号乐队 受欢迎的成都 绝对不输给任何摇滚乐明星 从国务院的晚宴 军中的仪式庆典 到超级杯美式足球赛的开赛 以及奥运会开幕式等大小场合 我们都受邀表演过 精确的游行步伐 与队形变换 配上悦耳振奋的军乐 是老卫士横迪古号乐队 最吸引人的拿手绝活 为达到精确的要求 走进乐队营区办公楼内 你会听到的以及看到的 就是队员们不断地练习 在练习 在练鼓室内 沙拉泽尔中士与罗道上士 正在练鼓 我从大概12岁开始 就观赏老卫士的表演 要成为老卫士的议员 一直是我的目标 它像是黑暗中的一盏明灯 督促我不断练习 我现在在这里了 我为我们所做的 感到非常的骄傲 来到恒迪市 贝利上市正在为两天后的一个演出 加紧计乐谱 这个工作最大的挑战 就是你必须要记下所有演奏的音乐 所以我必须加倍地复习 除了音乐的要求 游行的动作与队形变换更是观众目光的焦点 在会议室内 一个小型乐队 正在排演一场12人组的小场地演出 老卫士乐队共有70名成员 这些团员的甄选是不限军民 自由报名 在通过历史两天 严格的乐器 以及体能考验后 选拔出来的 但是在1960年代 老卫士刚成立之时 团员是由第三军团的步兵所组成 除了支援军团内的仪式庆典 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 我们成立的宗旨就是要延续传统 让军众音乐的文化遗产能传承下去 乐器是老卫士恒迪古号乐队 传承美军传统的第一个部分 恒迪及军号由于声音尖锐 可以传播很远 从17、18世纪开始 在战场上被用来传递军情以及号令 军鼓则是配合行军以及进攻的节奏 时至今日 彭迪、军号以及军鼓的功用 早就被无线电以及卫星所取代 除了老卫士以外 几乎没有军乐队还在使用这样的乐器 另外 老卫士演奏的音乐 则是延续传统的另一个重点 发言我们的历史是老卫士的重要任务 所以我们的很多音乐 都可以回溯到美国革命时期 这里是很多从国会图书馆中 影印下来 年代在1780年左右的音乐手稿 是我们研究音乐的基础 在整齐的游行步伐中 响起清脆悦耳的横笛声 而辽量的军号加入之后 让人激昂振奋 最后 节奏明快的军鼓 将游行现场的气氛 带入了最高潮 美国万花筒记者刘恩明 发自维吉尼亚州的报道 2013年底特律的国际车展进入了尾声 我们再来看看2014年酷帅拉风的车款 谢谢你收看美国万花筒 我是王一如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到VOA卫视 下面又到了我们的OMG美语 白杰今天要用女扮男装的逗趣方式 教我们最新最地道的美语 大家好 欢迎来到OMG美语 我是白杰的朋友Bob 星期一到星期五 我和白杰都会播出一个节目 一起来学最新的最地道的美语 我们今天又来看看我们的微博朋友 聊小鸭鸭风了 比如话题就是 男生在一起聊女生 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学 男生怎么会用美语聊女生 男生在篮球场或者饭店见面的时候 他们说的第一句话总是 他们也可以说 Sup br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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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们怎么样啊 然后男生就会开始谈你声 We went ou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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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约会了 Sup bro I'm pretty good Actually I'm really good Because Rachel and I Went on a date last night Oh yeah 我还好吧 其实我很好哦 因为昨天晚上 我和Rachel 起约会啦 Nice work br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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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干嘛 Is she ho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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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漂亮吗 Nice work bro I don't think I know Rachel Is she hot 可以啊 干嘛 Yeah 我好像不认识Rachel 她漂亮吗 This is h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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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她 She is a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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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十分女 她是女生 This is her Not bad 这就是她 不错吧 WOW DUDE She is a 10 WOW 哥们 她是个女生啊 Talker Talker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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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lker And then I'm gonna go to the store And I'm gonna go shopping Justin Bieber Uh huh Uh huh Uh huh Oh my gosh What am I gonna do I gotta go shopping I gotta go shopping Uh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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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l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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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en I'm gonna go to the store And then I'm gonna meet Justin Bieber Uh huh Uh huh Uh huh And then I'm gonna listen to this song And then I went and got some KFC And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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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lker ichan I love talking Yeah But She calls me All the time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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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h She is a Talker 对呀 可是她老师打电话给我 她就是 她真是太爱说了 Clin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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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ingy就是粘人的 You should try texting her instead That would be good Because you just gotta make sure She doesn't get too clingy That's not hot 你试试发短信给她 看怎么样 你得确保她不会成为太 年人的女朋友 这样 好 it's your turn 请用英文写个评论 告诉我 What else do you think guys talk about when they're together Other than girls Sports Cars Girls again Probably some more sports Some more cars You know Sports Sports Cars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ONG美语 我们明天见 Bye Bye 好的以上就是VOA卫视这个小时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美国知名的特级表演者瓦伦达 昨天再度挑战极限 在佛州一条高速公路上空走钢索 绳索的高度有200英尺 超过20层楼那么高 节目的最后 带您去看这个步步惊心的画面 我是凡东宁 祝您晚安 也请您不要走开 继续收看VOA卫视第二个小时的精彩节目 我们再会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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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